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是我就买了三个太空人 非常非常的小 不过说实话这个小人太贵了 三个就小100块钱 所以拍摄微距也是非常烧钱的 那么除了这个小人模型啊 我们还需要一个必备的硬件 那就是微距镜头 今天我使用到的是一款新要的60毫米f2.8的镜头 非常便宜不到1000块钱 这个镜头的特点呢 就是全金属镜头 两倍的放大倍率 因为我拿到的是M43接口 所以安装在我的GH5上 需要乘以系数2 也就是我得到一个120毫米焦段的一个镜头 焦段和百味差不多了 不过比百味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可以两倍放大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拍摄微距过程中有什么要注意的 一般拍小人果这个效果都会放在水果上 但是我觉得可能太亮太平滑的水果不太适合我们的主题 因为我们是买了三个小太空人 牛果的它的质感都非常粗糙 而且也很怪异 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我们的拍摄主题 第一 曝光 对于微距摄影的曝光呢 其实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 我们有很多灯都可以进行拍摄 那比如说闪光灯 长浪灯 还有就是我兜里的这种口袋灯 根据不同的情况和情景呢 我们用不同的灯进行曝光 不管你用的是什么灯 这里呢教给大家一个万能的曝光法 也是我们之前视频里边分享给大家的 就是一个顶灯 用一个小抛物线 再加一些格栅 然后如果你觉得有些暗的话 那么就像我一样 用两个自制反光板来进行一个补光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里呢 我用的是比较一个暗焦的效果 当然如果你拍亮点的话 这个补光也可以的 那么不同之处呢 就是你所搭配的道具 还有一些元素的颜色了 这里你看我用的是黑色沙子 然后呢用了两个牛果 然后后边呢也是全都是黑色的绒布 让这个情景变暗些 第二相机的固定 相机最好放在三小架上 这样能保持一定的稳定性 拍摄的时候呢 最好选用相机的定时功能 或者是快门线来进行拍摄 因为焦段越长的话 细微的抖动就会变得非常的明显 就容易拍虚掉 哇这个小人太脆了 刚才我使劲稍微大那么一点点 然后他的胳膊就奢了 我的三十多块钱呀 就那么没了 我只能让他做一个背身的模特了 不能把他的那个断臂给露出来 那么第三就是光圈了 大光圈的拍摄呢 确实好看 虚化的背景能突出主体 但是微距如果用太大的光圈拍摄 你会发现景深非常非常低 主体呢本身就小 对焦距离又很近 所以景深会更加的浅 如果用微距镜头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小一点光圈 比如F8左右 第四对焦 拍摄微距啊 对焦是关键 自动对焦是无法准确对焦 你想要的位置 其实拍摄微距的时候呢 用的基本都是手动对焦 不管你是有没有自动对焦啊 但是在对于这种小的产品 或者是小的微距摄影的时候 都是要变成手动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把我们的焦点对得更准确 在我拧弄对焦的过程中呢 我发现这个星耀的60毫米镜头呢 它的阻尼还是不错的 我觉得它可以去拍摄一些 视频的对焦效果 那么第五就是前景和背景了 在拍摄的时候呢 你可以尝试增加前景和背景的元素 这样可以增加画面的空间感和窥视感 对 就是有点感觉 偷窥的感觉 刺激不 第六个就是变成孩子 拍摄这类小人国的效果呢 我们除了要解决技术层面的这些问题 其实更多的是想象力 所以我们应该突破固有的思维 变成孩子 展开想象 拍摄点好玩的 创意的 趣味的画面 好了 这就是我们本期的视频全部的内容了 拍摄微距呢 其实并不难 除了必备的微距镜头 曝光 或者是一些布置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想象力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那就请留言点赞评论者发 我是小九 我们下期见 拜拜